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完成了表面质感的制作 现在我们将图层1和图层2混合 按住Shift键 同时选中图层1和图层2 按住Counter加E键 合并图层 并为图层1添加图层蒙版 第十二步 得到大致的火焰效果 需要选择文字 修改色彩平衡 调整图层 创建阴影 按住键盘上的Counter键 加上图像键 得到文字选择 仍然是对图层1的一个操作 创建色彩平衡 调整图层 色彩平衡 选择中间调 红色正一把 黄色负一把 设置阴影 红色54 黄色-15 选择高光 红色37 黄色-31 因为火焰主要是由黄色和红色构成 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对黄色和红色进行操作和修改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大致的火焰效果 为了让火焰效果更加真实 我们还需要对图像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第十三步 调出文字选区 选择背景图层 新建图层并填充黑色 合并出背景和文字图层以外的图层 选择文字选区 选择背景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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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黑色 用除了文字和背景图层以外的图层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选择想要的图层 按Ctrl键E 进行图层合并 第十四步 增加高光 同样是对文字选区进行操作 建立图层 填充橙黄色并取消选区 选择文字选区 新建一个图层 将其填充为橙黄色 将其填充为橙黄色 图层顺序图层 顺序图层 让火焰效果更加真实 我们需要将图层为移 选中刚才都创建的橙色图层 将其稍微 位移一下 方向为右上 微圆图层之后 要合并最上的两层图层 并对其进行复制操作 选中最上的两层图层进行合并 按住这个图层 在新建图层按钮上 进行复制图层操作 第十七步 用涂抹工具涂抹出火焰效果 选择涂抹工具 将强度设置为30%左右 画笔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 那要做的是对文字进行涂抹 我们可以将图像放大一些 以便更好的操作 可以把文字涂抹出有火苗的效果 这是一个细致的过程 需要慢慢来完成 这就是我对文字进行简单涂抹后得到的效果 为了让火焰更加明显 我们需要做加强火焰的操作 复制图层抹的图层放在最上面 然后更改混合模式的绿色 不透明度为60 复制图层 复制图层自动到了最上面 然后更改混合模式的绿色 不透明度设置为60% 第十九步 继续加强火焰效果 复制最上面的图层 混合模式设置为颜色简单 复制图层 更改混合模式 设置为颜色简单 第二十步 添加图层蒙版 用白色画笔涂抹需要增强的部分 添加蒙版 用白色画笔选择画笔工具 将其设置为白色 选择合适的大小 选择合适的大小 用拥用度 需要增强的部分 用白色涂抹 一般火样的中心部分是需要加强的 加强完火苗以后要增加文字的颜色 创建亮度对比度调整图层 增强对比度增强光感 调整图层 增加亮度对比度 增强亮度 增加对比度 增强亮度 增加对比度 在调整完亮度和对比度之后 我们的火焰字也就制作完成了 Costshop基础的第八奖和第九奖 为大家介绍了火焰字的制作过程 第八奖完成了火焰字表面质感的制作 第九奖完成了火焰字火焰的效果制作 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加以练习 下次的课程将是Photoshop基础的第十奖 也将是Photoshop基础这门课的最后一奖 我将和大家一起重温Photoshop基础这门课前九奖讲过的知识 这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大家